大家好,这里是正经游戏,我是正经小弟。 玩家总是喜欢玩新鲜的游戏,所以每当有新的游戏类型崛起时候,各大游戏公司总会第一时间,把这个玩法消化掉,然后做出一款有自己特色的同类型的游戏来吸引玩家,如前多年前的DOTA,这两年大火的吃鸡,以及当下最火的自走棋。 跟风做热门的游戏,小弟觉得能不能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游戏,和其他同类游戏,有什么特别之处。 下面小弟就带大家来看看,这些自走棋都有什么特色,帮助大家选择合适的游戏。 多多自走棋,原创自走棋玩法,拒绝与腾讯合作。 自从DOTA自走棋火了之后,大家就一直关心这款牛戏的归属,结果巨鸟多多工作室,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的选择。 先后放弃了威慑、网易、腾讯国内外三大巨头伸出的橄榄枝,选择了联手飞衣线的龙渊网络,作为合作伙伴制作了多多自走棋。 相比其他自走棋,多多自走棋,虽然美术上差了些,而且玩法不如后来者那么多花样,但是人家最大的特色就是血统纯正,自带光环呀。 而且还有创造自走棋玩法的巨鸟多多工作室坐镇,应该有一些想法当初受制于DOTA2平台的性能没实现的效果,今后会再多多自走棋实现。 DOTA霸业,公测半天人数破10万,最名正言顺的自走棋。 V社的DOTA霸业,应该算是目前自走棋里最名正言顺的自走棋了。 目前,DOTA霸业界面布局、玩法等细节都和当初的DOTA版的自走棋几乎一模一样,没有什么独特之处, 但是游戏凭借自身的品牌效应公测半天在线人数,就轻松破了10万。 目前,DOTA霸业最大卖点,就是游戏细节优化和游戏的美术了。 拥有DOTA2的版权的V社,在美术资源方面,可以说比多多自走棋,更加的得人心了。 此外在细节优化方面,也不是巨鸟多多工作室,这个游戏界的新人可以媲美的。 不过,对于中国玩家来说,DOTA霸业,目前最大的曹,可能就这一名了,一股浓烈的业游风味。 英雄联盟,云顶之意,闲鱼翻身靠选秀。 DOTA2的老冤家英雄联盟,两者基本可以说是处于你有的我也要有的竞争状态。 DOTA2,有了自走棋那么英雄联盟,当然也不能缺席了,于是有了云顶之意模式的自走棋玩法。 这是DOTA2,2013年推出豪哭声音之后,时隔近六年来,第一次大的玩法更新。 云顶之意比较吸引玩家的地方,就是闲鱼翻身系统,就是游戏的选秀环节。 届时所有的玩家会被传送到地图中间,然后从中随机抽出一个前缘共享英雄阵容,玩家可免费选择一位英雄,而排名靠后的玩家拥有优先权。 所以玩云顶之意的玩家,不到最后一刻别放弃,因为即使是闲鱼也有翻身的机会。 等等。 闲鱼翻身了,不还是闲鱼吗? 有腾讯的地方就一定少不了网易,网易的逆水寒,虽然是一款有着会呼吸的江湖的武侠游戏,但是只要策划愿意,玩家喜欢其他的类型的游戏一样,可以添加进游戏里,如自走棋。 在逆水寒里自走棋模式名为豪侠战棋,虽然增加了六人组队开黑模式,和单双排的竞技模式,但是玩法上和其他的自走棋差别不大。 不过因为豪侠战棋无缝地融入到了蜜水寒里,所以玩家可以在纯正的中国风画面里,使用着各路大侠一较高下,这对于喜欢中国风的玩家来,这应该是豪侠棋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了。 据鸟多多工作室,曾表示,自走棋从果翠麻将中,吸取了不少的灵感,所以要是从麻将这个方面来说的话,网易决战。 平安京里的自走棋玩法,平安京麻将棋模式,可以说比多多自走棋更纯了,因为人家几乎是把麻将复刻到游戏里了。 平安京麻将棋相比其他的自走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,是增加了两张足以扭转战局的特殊牌。 一张是达摩牌,它是一个阿能生星素材,能够替代任意一个同星级,品质小于等于自身的非达摩牌。 另外一张就是孤太牌,它可以替代任何定位或特性。 当孤太上场时,几方所有定位的麻将奇迹半数都增加一点。 战争艺术,赤潮,是脱胎自星际争霸的MOD沙漠风暴一款战争策略游戏。 游戏本身的玩法,因继承了星际对玩家操作苛刻的特点,因此增加了自走棋玩法丰富玩法降低难度, 好让普通玩家也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。 这是来自官方的说法。 因为有星际的血统,所以就美术上来说赤潮的自走棋和其他自走棋就有明显的不同, 机甲加异形生物的风格,的确很与众不同。 其中比特别的地方是双人模式,这个模式下玩家可以和小伙伴, 当然也可以是虐狗的情侣,联手和其他三支队伍展开较量。 虽然不能和伙伴同享福利,但是能一起受难共享血量, 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护送其子,避免了刷不到其子的痛苦, 情侣之间密歪的护送单身狗,无法体会到的快乐呀。 小弟嘎吕供,玩家虽然喜喜厌旧,但同时也是固执守旧的, 眼花缭乱的新鲜玩法,能吸引玩家意识, 而精心打造的经典,则能让玩家沉迷到忘我。 所以自走旧玩法的确不错,不过最终只有用心去打造的人,才能留住玩家。